緣分也已經到了 所以我們就在這個時候畫下句點 四年前初選失利 鴻海創辦郭台銘 憤而退黨 更親鼻血了聲明 痛批國民黨迂腐 不會被接受 撕破臉的不堪 怎麼能因為一句異不容辭 就平息 國民黨有國民黨的制度 不應該說為任何一個人 也不是針對郭台銘 任何一個人量身定做 這個是不對的 百年大黨不會讓你 郭董想回來就回來 又說走就走 前黨蜜李乾隆醜話不明說 反倒是基層沒在客氣 國民黨如果老是這個樣子的話 那永遠會出現一個第三者 然後突然就要回家分財參考 如果說郭董的是說 我願意回國民黨 協助國民黨2024勝選 不計任何位置 我覺得這樣就漂亮 但是如果說 他回來只是為了選總統 對 要被提名這件事情 那你就是太目的性了 只是郭台銘姿態已經放到最軟 用年輕氣盛 形容二零一九年六十八歲的他 思慮不周全 現在想跟藍營重修就好 都是為了大局 我認為對他來講 已經是某種形式的道歉了 當時好像連戰糾結了二三十個人 在報上燈廣告 那大概有指責他的意思了 他當然就氣說 裡面只有好幾個人 當時都鼓勵我出來的 放下陳建才能拿回政權 既然戰鬥欄都願意買郭台銘的帳 黨中央好像也不能太封閉 不管哪種形式 只要能幫忙拿下二零二四 什麼雜音 看來都聽聽就好 近新聞葉府和坤仁撐不到 立刻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近身近美 近好新聞 寄稿 四 uneasy 那些無狩 的